然后我们就打开Power BI 打开Power BI之后 我们接下来 因为刚刚我不敢怎么讲 我都是在讲发生率 所以我就是要想办法算出 各县市里它的登革日发生率 每10万人口数的发生率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 我是不是要先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这边 因为我刚给各位 两个都是CSV的资料 政府机关给的开放资料 三种格式 JSON、XML跟CSV CSV应该是大家比较懂的一种格式 然后接下来 我在下载里面有 台湾各区人口数开启 然后在这个地方 它会自动侦测是UTF-8 你要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看到是 如果今天看到是A 这个 这还不是乱码 这还不是乱码 突然找不到 反正有时候我们看到 它可能会是乱码 记得要把它稍微调整回来 像现在我们应该把它调整回来 是UTF-8 这个 也就是现在我们不用做任何改变 这叫做档案原点 就是编码模式 这里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范例 让你发现 奇怪这里面都是乱码 这个时候你只要把它改成正确的编码模式就好了 那为什么叫档案原点呢 大陆那边它的官方用语 它不是叫编码模式 它叫档案原点 好点选再入 这样我们是不是有第一张资料表了 再来我是不是要把登格热叫进来 登格热我当时给的资料 是应该也是CSV 好可能它已经转成Excel了 好那我们就用Excel来去打开 取得资料Excel 然后这边下载底下登格热这个资料表开启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登格热跟这个 好请选这一张 登格热1998年起 不要选上面这一个 然后点选再入 这样我们是不是有两张资料表 一个叫台湾各区人口数 一个叫登格热1998年起 这些资料 好一看就知道说这个资料是怪怪的 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 才能做两个资料表的关联 所以麻烦请各位先建立两张资料表 把它叫进来